林嘉隆参选新北市长竞选团队就定位 要在最短时间打一场最精彩的胜战 还力邀金融市长林又昌担任总督导 负责金融新北 对此林又昌说一不容辞 全力以赴 北北基陶本来就是一个首都的生活圈 那在新北市的北海岸的周边的地区 其实跟金融市关系非常的密切 那更何况我自己其实原则上 也算半个新北市人 因为母亲是瑞芳人 然后我岳父岳母 其实现在都户籍都还在双西 那所以这本来就是一个生活圈 那浮选的事情 我想竞选总部会有整体的一个规划 不过因为竞选的时间很短 只有四个多月的时间 所以我们会尽量的来当 这一个我们候选人 我们嘉隆的这个分身 那这么广大的一个区域 然后尽量的去帮他能够深入的来基层 那另外在组织文宣各方面 我们也会配合着中央的一个 整体的一个规划 还有包括12个立委选区的一个 责任区的一个划分 从上到下把它串联起来 我想在最短的时间里面 打一场最漂亮的选战 至于还要帮忙金融市长参选人 蔡世英辅选 市长刘昌说 八年金融市的市政推动都很顺利 相信金融市民会选出第一名的立委 金融市的市政八年来都非常的顺利 那而且政绩我相信所有市民大家看得到 那蔡世英立委是国会评鉴第一名的立委 我想他的成绩市民也肯定 所以我在基隆呢 我们就是稳健的依照选战的一个 这个步调还有骑程 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那这个交棒下去呢 我想才能够让市政延续 我想这一点是整个选战的一个主轴 我想未来蔡世英也会把他 对金融整个城市未来发展的一个愿景跟想法 逐步的向市民来做报告 我想可以争取市民大家对他的一个支持跟认同 市长刘昌说 从过去到现在都是一样 只要各县市有需要他的地方 他都会关心给予协助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